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来了一个重榜嘉宾 他是在生殖健康 辅助生殖这个领域 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医生 然后我们欢迎王瑶医生 谢谢 谢谢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的 辅助生殖科的王瑶医生 我从事这个专业 就是辅助生殖专业 二十年了基本上 之前是妇产科医生 之后就读了这个专业的硕士和博士 那么现在每年基本上 都在做试管婴儿 人工受精 总之就是帮助病人怀孕的 我今天也很开心 跟各位女性朋友交流这个话题 二十年真的好资深啊 是的 这个领域确实需要资深 年轻人 刚刚入行的人干不了吧 也能干我们有一些年轻生 我们就是在训练 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他会成长 那么有的人资质比较好 比较愿意学 聪明 努力 他可能就学得快 但是我们呢 就是说因为看到的事情多 因为我们这个辅助生殖行业 其实就是一个家庭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很多我们还有伦理 比如说我们来的病人 他会说我老公怎么样 我的婆婆的公共 我们家庭对这件事情 怎么看待的 他会把一大家的事情来告诉你 那么对于我们三家医院医生来说 我们肯定要快速地抓住 他的核心问题 他跟你诉苦也是经常的 然后焦虑情绪的发泄 也是经常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小朋友就会成长 他不但在技术上成长 他在看病的跟病人的沟通 交流的这个水平上 也会得到成长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是 资深医生和年轻医生 不单是技术层面的 还有一些就是 就诊 沟通啊 心理的层面上 对对对 我已经感受到 王瑶医生的专业了 就是刚刚的表达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是有一种误解 就包括我和敏捷 日常聊天的时候 这个话不要怪我 就是敏捷经常跟我说 现在技术特别发达 晚上没问题 这真的是我的原话吗 这你之前说过的 你跟我说 谁是谁 39岁生一宝了 特健康 没问题 然后我说 不是这样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老觉得 现在技术特别发达 好像晚生晚于 特别常见 好像不需要再去 过分担忧年龄 这个问题了 我想问一下医生 是不是这样的呢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专业人 是非常想让大家去知道 了解真正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因为现在很多 报刊杂志媒体 经常放50岁啊 怀孕啊 48岁啊 55岁啊 生孩子 甚至不是还有媒体 报道60岁生孩子吗 给大家一个错误的引导 认为我们女性 生孩子是可以 无限制生下去的 甚至50岁也这样可以 那绝境也这样可以 绝境真不可以 绝境啊 那行那行 还是有清醒的认知 因为我很多 有时候接诊 48岁49岁的女性 这个要承客一些 你知道我们现在 这个二胎大军 最主要的贡献 二胎的人是什么吗 就是再婚家庭 那再婚家庭 你知道他再婚了 那他年龄肯定是不小 然后他来的时候 就可能45以上 基本上都45以上 然后他说他生孩子 我跟他说你这个年龄成功率非常非常低 他说不 电视里放了 那个人55岁照样生 我说那不是的 然后他说我身体好好的 我赤闷闷香 睡觉睡得好 跑步也很快 从来不生病 我肯定身体好 我肯定生得出 这个时候经常 我跟我们小朋友说 没有清醒的认知 虽然你的年龄是轻的 可能你的身体机能 不是那么的退化的厉害 但是你的软潮是骗不了人的 你的软潮到了这个年龄 必定是走下坡路的 可能有的多脑软潮的病友 他到后面 他走下坡路走得慢一点 但是也是走的 那么到48岁 其实基本上所有的人 都已经在很下坡路里边了 那是很难怀孕的 那电视里面为什么要放呢 我也会跟别人说 为什么电视里要放呢 就是为少啊 女孩见 他要多他不放呀 就吸引你们眼球了 然后在你们认为 就是一个common 就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真不是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个清醒认知 咱们做这档节目 也希望更多人听到 让大家知道 在合适的年龄 做合适的事情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 一方面对女性来讲 她生育的时候 她年轻 她的卵子质量也好 那么她老公也是 精子质量也可以的 她们的染色体积变的概率 就会低 质量就好 身穿宝宝 她还有精力带 那么我们也要牵涉到 伦理的问题 孩子身穿 你都五十几 你身穿这个孩子 你还有精力吗 他要教你陪你玩的时候 你不行 玩不动 所以这个时候我经历 伦理这些都要考虑 另外还有 对产科医生来讲 其实他们很不希望 接受那些高龄孕妇 高龄产妇 我们三十五岁以上 就叫高龄了嘛 虽然我们现在产科技术也高 我们辅助生殖技术也可以 我们把生育年龄 可以相对的延迟 成为一种可行性 但是我们并不想 真的大家都到那个时候去生 对产科压力也很大 因为高龄女性 她很多的核病症 病发症 妊娠系糖尿病 妊娠系高血压 都很容易发 那你这样的话 产科医生不是整天 就要一根筋掉得很高 你该生的时候生 那你平平静静地生 顺产多好 你以后想生二才兽 还可以有机会 你非要把这个病发症 弄得很高位的时候去生 产科的这个风险 就极大提高 因为我们产科 其实也是同一个大领域 它有一种就是 精生儿出生率 不单单是出生率 还有就是精生儿死亡 是绝对不允许发生 在我们上海这个城市 是不允许发生的 孕产妇死亡 是要零的 零容忍的 那你年龄越上去了 你本身就七七八八毛病了 再加上你又生孩子 又过这么关卡 是不是就很容易呢 那把这个风险 就提到很高了 所以我们现在 不单是我们 辅助生殖的医生 产科医生 我觉得社会伦理 还有小学老师 你去跟他这个 六十岁的爸爸妈妈说 你要回去怎么教这个孩子 读书 他都没有这个经历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从各方面来讲 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们其实真的是呼吁 年轻的 该生的时候生 其实我们有很多数据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 他的染色体积病率 比率是多少 到后来 他每年的积变率啊 不是说 我明年比今年高0.5 后年再比今年高0.5 这样上去的 他后面就不是0.5了 他是0.71 1.0 这样 每年往前的比率 就是逐渐上升的 是这样子的 女性 比如说你25岁来看病 和26岁来看 燃烧功能都差不多 但是到36和35 36也差得不太大 但是你到40和41 那就差得大了 那你这一年 你就走下步路 走得非常快了 所以在这边 我也想给大家 好的一个 良性的一个引导 就是35岁 35岁是一个节点 好慌啊 这35岁 到底招天惹他了 互联网不要35岁 上海的也不要35岁 对 就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 这35岁 到底犯了什么错 35岁心想 上帝的诅咒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还正好还想 因为其实我们 临床案例还很多的 为什么现在 晚婚晚育特别多 一方面可能 大家就是 工作压力很大 不像我的父母年代 我老说我妈 你上班洗洗衣服 洗洗菜 对吧 吹吹牛 然后下班 你回来大把的力气 那生孩子肯定都早 是吧 然后压力也不太大 我们现在压力可大了 谁有上班 洗洗衣服 洗洗菜的 那都是拼命工作的 要不然这岗位 就没有你了 生存压力也大 其实说到这边 性生活次数也少 一个月你说一次到两次 那你就那么准吗 就在那个点上吗 对吧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也会造成 那么接下去 我们就有的病人 他会这样子 我现在要干事业 我算好了 我现在要到40岁再生 我事业干好了再生 可是你要知道 你这个年龄 是咚咚咚咚咚上去的 所以我一直跟我的病人说 这个单位少了谁 都是这个单位 对吧 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孩子 要在适当的年龄生 如果你真的做了决定 40岁以后生 那可以的 你就要想好 到时候生的出物 生不出物 有没有孩子 你都要淡定淡然 我努力过就行了 你要把好心态 对 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可能的后果 对 做这个决定 你要承担它的后果 就做医生 真的挺不容易的 对 其实我们真的是心里 我感觉大家把医生 当成一个兜底的 对 就实在不行 还有医生的感觉 对 还有些病人 他年轻的时候不来 他42岁43岁来了 我问他 那你结婚十年了 能不能见到来 我以前想丁克呀 后来我一看 人家都有孩子了 我老公也说 那咱也省一个吧 哎 我说 这丁克 你要不然就这辈子 一直丁下去 你不要丁到一半 你不丁了 丁到40岁 你想着不丁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 你要来找我们了呀 哎 多吗 就是这一类的 也挺多的 尤其是事业女性 特别多 敏捷 OK 敏捷全场 都已经如座 争在市场 我明天我就去医院 王阳医生 就是我想问一个点 就是现在这种 生育上有困难的人 是不是反而在逐年增加的 对 刚才我也想问 每年的那个接诊 couple是不是会往上 对 就感觉好像 现在大家生活压力大呀 然后平时天天加班 然后饮食也特别不健康 外面都是有 这个数据是这样啊 就是说我也跟我的朋友 有的时候他们会问我 哎 你是搞这个 你是专家 到底咱们有多少人 是不孕症 其实据中国人口协会的 一个统计显示 我国的不孕不育率 是达到12.5%到15%的 那累计的总的患者人数呢 超过了6000万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国有0.48亿对不孕夫妇 但是这些不孕夫妇 可能不一定来选择做试管 那么做试管的病人 又只有56.8万人 所以说又是10%的人 粗糙的理解就是 玉林夫妇里面得不孕症 然后这个10%里面 又有10%的做试管婴儿 其实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 我们2021年这个柳叶刀的 一篇文章也统计了啊 这个数据统计的还是蛮全面的 就全世界平均的发病率 也是在15% 那么由于环境污染 不良生活方式啊 以及人为的一些 人流手术操作啊 这一些 那么我国的不孕症发病率 也是挺高的 达到18% 其中呢 10%的人 也是做了试管婴儿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的病人 其实还挺多的 因为我有些朋友过来看病 他以为 这我很空的坐在那儿 其实还是轰轰扬很多人 他说难道有这么多人不孕症吗 还是挺多的 对 而且我觉得 在我们小时候 好像没有听说 什么不孕不育 真的 就是感觉 你可能偶尔听到 觉得好像是一种贫穷病 就可能是卫生习惯 差呀 就是各种细菌感染 导致了 那么不孕不育 但在那个年代 都觉得好像是一件特别 羞耻 羞耻 或者丢人的事情 好像不太远 还是说 或者说 以前不孕不育的 这个人少 还是 我刚刚不是讲到吗 像我妈那年代 上班洗洗衣服 洗洗菜的 是吧 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这个工作 反正你干多干少 都拿着点钱 也不会把你辞退什么 那大家就压力 真的是很低的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我们饮食里边呢 以前的人 应该没有用这么多农药 这么多激素类的东西 那我们食物也是受影响的 那我觉得这两点 对我们的生育是非常有影响的 我总不觉得地球在灭绝我们呢 对人类的 对地球 可能人有点多了 他想让你少一点 是的 就是他这种生育的这种 不孕不育率越来越高 而且我觉得以前大家看这种 都是会觉得很羞耻 像那天我和兰杰说我想做一个关于辅助生殖的画链 他就不理解 你应该是问我说 这个不是以前广播里有经常有这种专家吗 我说不是的 对不对 我的好朋友一直嘲笑我 他说啊 你是不是以前就贴在那个路边的电线杆上的那个专制老生液 他就这么来形容我 但其实不是的这样 我觉得还蛮多 我现在就觉得好像一胎就能成功的特别少 听到的都是比如说年纪稍微 比如30岁以上的 会出现胎心没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就大家30岁是个坎儿 非常真实的遇到这些问题 其实真的还是蛮多的 像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啊 周围的环境啊 病人还是蛮多的 病人过来的时候啊 有些病情可能不一定跟我们的小助理说 到我这儿他就跟我说了 然后我们小朋友还说 哎你刚刚没这样跟我说吗 然后他其实就是觉得还是有点 更资深的一生更信任 就是电线杆上那种 他觉得可能有点羞愧啊什么 比如说他新生活 他一年都没有一到两次的 然后他就说我一个月一次 那其实一个月一次人其实就是没有 但是他一定要说一次嘛 要不然的话这个就就显得病人少的时候啊 我们三甲院其实医生还是很忙的 因为我们不单单承担的医疗任务 我们还要承担科研教学的任务 这个医疗任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架心就熟的 我们是熟练工 我说你就真实情况告诉我 没有关系的 我们见到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就真实情况来告诉我 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些东西都来告诉我 所以我们的一些研究生刚进我们科室都会说 哎呀王老师 这是每一个病人 他的病史都是一个故事 对 都是一个故事 比如说他今天跟前夫在一起了 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生孩子怎么的 然后后面又跟现夫在一起了 又怎么怎么样了啊 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故事 我怎么觉得你们真的是看尽人间百态啊 这个小小的科室 能送了其大的这种能量 我要讲个稀稀巴巴的这个题外话了 就是我们有病人啊 听到他在门诊后诊大厅里 因为试管医疗一次失败了 大家不能理解试管医疗为什么会失败 就是说试管医疗他真的是 技术是渐渐成熟了 但是并没有承受到百分之百的人都能怀孕 所以呢 他的成功率目前来讲是百分之五十 我们现在技术比以前提高 就是说四十岁以上的人 像FSH很高的 就看过我们病人都知道 就是我们叫醋软泡刺激素 这个就是软潮功能的一个体现 像这种病人很高的 我们以前都不接诊的 大于十五的我们都不接的 但现在我们都愿意接诊 不单大于十五的 大于五十的我们都会去接诊 只要你来越近我们都会去 我们有本事把这种人搞出陪胎来 甚至有的人还能搞怀孕 还是有的 还是有一大部分人的 那么我们的技术就是因为有不停的进展 我们对内分泌的理解更深了 然后我们实验室技术也有了新的突破 但是还是有平静的 还不是每个人都成的 因为他受到的影响因素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对女性 还不是太公平的 然后男生她的老公就会在后转大厅说 你失败了 我告诉你 不下蛋就下岗 哇 好气啊 真的 这是真实 太真实了 不下蛋就下岗 后来我说你 对吧 像这种老公你还给他生孩子啊 自己找工作 所以我说我经常我的节目就变成 女性自立自强的节目 对 这个 为您鼓掌 这真的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 就是我的自然年龄和我的社会年龄的问题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压力 工作上的追求 其实有时候不是压力 是一个我在工作上 希望自己能够创造出一些东西来 但必然会遇到一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在我25岁的时候 用两年时间 还要冒着什么疑孕傻三年的时间 我去生个孩子 耽误我非常职业发展的一个生命期 面对的比如说30岁以上 我争取在35岁之前把这个事给干了 就是从医学角度来讲 有没有一些这个事儿 至少你能把这些做完 它至少提高你一个健康的受孕的这样一个概率 这方面的一些措施 或者一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的一些建议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职业女性嘛 你这个也是很多职业女性的心理的新生 我想要分两方面去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个方面就是 是不是生孩子要孕傻三年 我刚就想说 快来错除 我知道 但是它背后可能是因为 你就是生孩子就是很辛苦 你要喂奶 你要晚上睡不好觉 我们听听 我们听听怎么说 这个东西我知道的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我得问出来 对对对 因为其实生孩子 你带着这个孩子并不差的 我在怀孕的时候 我是硕士毕业 我还大肚子毕业 答辩 然后那个时候不太大嘛 然后导师就说 你赶紧的答辩 要不然你挺着个太大的肚子 这是到底在读书还是在生孩子呢 就那个时候也是顺利答辩完了 工作因为一直没有耽误过 我们这种医生不太好耽误的 就在我要进医院 前一天我的导师给我打电话说 哎呀你赶紧把这篇文章写一写吧 导师好残忍 当时我就觉得 我马上不知道啥时候就生了 这还要给我布置任务呢 就这样想 那么我觉得确实来讲 在职场上女性是有一定的劣势的 因为你生了这个孩子 你要管他 那这就是精力的牵涉 你必须要放精力进去 但是你可以权衡去平衡你的生活和工作 因为要不然你就想好 我不生孩子了 我也不指望将来怎么样 寂寞什么都无所谓 你要是想好生孩子 你肯定要把精力牵涉一部分的 那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呢 你还是可以去调整 就是说你另外一部分的时间 你积极地工作 你效能更高 但是并不是说我生了孩子 一定是也就不行 我觉得在我们医院也有很多嘛 都是高知女性对吧 都是医生 然后我们也很多男同学 男医生 到后来你看 确实的就是博导什么 都是男生比较多 为什么呢 他们更focus 他们干一件事情 体力非常好 然后非常的平民 非常专注 那你男生你不带孩子 人家不会说 这个人不好 不带孩子 不管不顾的 但是如果女生 人家就会说 这个妈妈一点都不好 孩子都不管的 我现在 我的儿子其实一直说 我不管她的 因为我也是精力有限的 我干得了这个干不了那 但是在主要的事情身上 我还是会关注 会给她一些建议 而且我真心认为 女性还是需要有自己的工作 你有了孩子 其实这对孩子 是一个榜样精神 对吧 你家庭妇女 你后面对孩子 是没有一个精神引导作用的 你只是管她吃 管她喝 她后面还是要有个精神导师 这是一个 我觉得孕傻三年 这个我是一直不认可的 没有科学依据是不是 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调整 第二个问题就是 怎么做好一个 比如说 我们现在社会上 比较流行的这个动软 很多人谈起 我是这样想的 动软这个技术 因为我在博士阶段 就是研究动软的 那么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 我们现在中国的动软技术和国外 其实是一致的不相上相 不比它差 它们也不比我们好 其实差不多的 为什么呢 这个基礼 大家我一说 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精子和胚胎 我们冷冻技术非常成熟 那么它们都是有实质性的物体组成的 比如说一个按钮 对吧 按钮你放在冰箱里面 它还是个按钮 它是很实的 那么我们这样的胚胎解冻出来 我们百分之百的成功 基本上一百个 一百个胚胎都能好的 都好用 这么高 那么精子呢 它浓度很高 它也是一个精子 头也是一个实体 对吗 还有带个尾巴 都是实体 那么精子存护率也很高 而且精子两千万条 啪一下射精 至少两千万条以上 死了一两条有什么关系 死一两百条也没关系 对吗 所以精子的冷冻也是非常成熟 当然有一些精子非常少的人 比如说单精子冷冻 我们会选择 像我们医院就是一个技术特色 就是单精子冷冻 这种男性 精子非常非常少 好不能找到一根的那种 那我们就要用非常特殊的手段 冷冻它 那么我们技术也是很成熟 因为它的物质决定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卵子是什么 卵子其实就是一堆水分 对吗 它一个壳是这样 鸡蛋壳里边是水分 那么水分 你在冰箱里面 就像你冬云根冰棍一样的 你水做成冰棍 是不是有很多冰晶形成 对吧 有冰晶形成的 冰晶就像刀锋一样的 它会损伤我们的仿锤体 我们现在把这个卵子 一下子快速冷冻 用我们浅微化 就是玻璃化冷冻 我们以前是 其他的冷冻 慢速冷冻方法 就是足及降温 那这样冰晶是必然形成很多的 那么现在我们快速冷冻 就快速越过它这冰晶期 然后到了零下196度 这样的液氮率给它冻存 但是 还是会有冰晶形成 这个技术虽然你已经是尽量的少 但是还是会有 那么这个冰晶形成 它等于什么呢 它像刀一样的 在损伤我们的仿锤体 仿锤体就是卵子里面的一个 非常携带遗传物质的一个东西 那它损伤了 你说这个损伤多大呀 你解冻好了以后 它都刺伤你了呀 就没有办法用了 这个卵子就 对 就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用 但是损伤的几率是很大 所以我们十个卵子动机去 也许我们解冻出来 能有八个是活的 就看上去是好的 但是如果我们受精变成胚胎 再养成囊胚 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囊胚吗 就是说 我们精子卵子 受精以后变成胚胎 养到第三天 我们是软裂起的胚胎 前面呢 就第一天看受精 第二天是两到四细胞 就是一个变两个 这样复制的 然后第二天是六到八细胞 得三的时候是六到八细胞 得二的时候是两到四细胞 得一的时候是 看它是不是融合 精卵是不是结合 到了得五的时候 我们就是囊胚了 囊胚的时候 我们的冻软 解冻出来 成囊率是非常低的 使个卵子动进去 解冻出来成囊率 可能是一到两个 那么为什么呢 就说明它的 发育潜能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对吧 所以美国有个机构 做过研究的 就是说 女性要动多少软 她才能有一个活产 平均有一个活产 你们猜猜 应该很多吧 按照您刚才这样说 我觉得得动一百个吧 这漏斗很大呀 这漏斗太大了 66 哇 66 对 所以一般人 不能忍说去动那么多次 因为你一下子 不可能产生66个吧 是的 一般正常人就十个啊 十几个一定挺正常了 而且如果一次性排太多 好像会加速你的衰老吧 那是不会的 等一下我再给你们解释 这个问题啊 OK OK 你看 你解释 让我再加差一句话 就是刚才 王老师讲了一大堆 反正我也没听太懂 但是那一瞬间 觉得王老师特别有魅力 所以说 有专业有诗实的魅力 我没听太懂 我觉得我们听得 完全就是在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就觉得 哇 太有 太sexy了 我听得懂 那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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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 你说我没听懂吗 它是中国话 反正什么 D4D5的 但是你还是会觉得说 当你特别了解 然后这种科学上的事情 你就把它用逻辑 充满powerful的 讲出这种来 特别的有魅力 特别的 西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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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我们继续来 继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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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很开心 刚刚这个 逮三逮五的东西 我经常跟病人说的 我说 这就是三年纪小朋友 和五年纪小朋友 因为我们病人会说 我不要逮三的 第三天的胚胎 我要囊胚 还要跳级 对 然后我说 你囊得出来吗 对不对 你得囊出来 你前面囊都囊不出来 你还非要囊胚 尤其我们那些年龄大的病人 因为确实是这样 囊胚的移植成功率是高的 要高于我们 第三的软裂器的胚胎 那么所以我们病人就会很盲目 他们可搞笑 他们在百度上一查 他们是断章取语的 就听一句对他们有利 好那我就要囊胚 这不是你买菜啊 你要红颜色绿颜色 这是你读不到五年纪 这还有个自然发育的过程 对 不是所有的 第三的软裂器胚胎 都能发育 进入到囊胚的 你如果每个人都要囊胚 尤其是年龄大的病人 可能是你没胚胎了 他养死了呀 第三天的软裂器胚胎 他养不到这个 得五的囊胚胎 他就死了 那你就没有了 移植到母体里 移植到子宫 那你不就没有了吗 当然现在很多医院 他也建议病人去移植囊胚 因为这样有利于 他们这个身中性的成功率 是这样的 就里面还是有很多门道的 而且其实你也说不清楚 这事就很难说 这我们那行是很知道的嘛 因为他为了提高 他身中性成功率 他宁愿不给你放进去的 这样你就不算分母嘛 对吧 但是你放进去就算分母了 那他当然愿意放囊胚了 可是对这些病人来说 你囊也囊不出来 你就没东西放进去 你就零的机会 虽然说第三天的胚胎 他会成功率低一些 还是有概率能成 没有放进去不就零嘛 对吧 动了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不是66个软 才能有一个活产吗 对吧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认为 我动了软了 买了保险了 是的 好多人就有这么想法 对 我还觉得这可能是不是 现在打工人的一条出路呢 后悔要说什么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 真的是误导 而且之前不是 美国有一个谷歌公司 给 对 福利 所谓的福利 免费的 对吗 其实这个技术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我们真不希望 病人是这样子的 就是给他一种误导了 因为你想 你要66个软 那得取多少次啊 取多少次 基本上要五次 那病人能够承受 这样的软槽刺激吗 对吧 他愿不愿意 取软是痛的 那么即使你打麻醉 也是损伤呀 在取软是怎么样子 我们有一个B超探头 阴超探头 然后一根针架在上面 通过这个阴超 我们看里面的 这个软槽组织 然后把这个针 这样刺进去 在眼上 巴巴巴巴 炸 那复产科是太痛了 炸了 你们现在就觉得很痛 是不是还要提前吃一些 是不是还要提前吃一些 醋牌的药 是 提前打针抽血 大概要打十天左右的针 天哪 你想这个针 在这晚上炸来炸去 就是把那些软泡液 给抽出来 我们到实验室去找软 你说扎这么多针 我们妇产科医生经常说的 你们伸这一生 把我的软槽 扎得千疮百孔的 那我们不扎 这些软泡怎么办呢 就要扎出来 我们才能找软泡 所以说你要承受 五次的取软 好多人都不能接受的 确实是 对吧 所以像这种明星啊什么 他们受了这个误导嘛 他们取一次 十几个动赏 好了 行了 觉得有保险 那等他真的要用的时候 这个解冻出来 到时候只有一个囊胚 好 放进去 结束 行了 那你想再回过头来说 哎呀 我现在怎么没有了 我没有买到保险啊 这时候你是不是得后悔呢 要是现在这个广告 其实应该把真实的故事 告诉别人 真实的数据 对 还有就是 像我们所说的 产科的并发症 极度提高 你想四十岁以上的 并妇到产科去检查 大家都非常当心这种人啊 所以我们觉得动软的一些带来的负面影响和问题 不单单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 对 这个其实每个人很多时候他可能一开始就并没有考虑清楚 他只是想要有一个后悔药或者有一个保险 他觉得都好像是一个付钱就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听说杭州 据说有些医院是给这种 已婚夫妇是开放这个服务的有个别医院 因为我有在小红书上刷到 我也刷到过 刷到一个这样的攻略 他说他在杭州做了这个事 但是要签很多的书 然后还要进行伦理探讨 他能不能做 我听您这样一说完之后 我觉得这果然不是一个要随便下的决定 就技术真的不是万能的 而且是不是 我这前段时间看一个电视剧叫《玫瑰之战》嘛 当时于飞鸿他就说他想去动软 那个医生就说不能接受 因为你没有结婚 你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好像就不能动软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 在国内是这样 在国内我们正规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士官业中心 都是有证的 这个证是国家卫生部发给我们的 我们必须有证 所以在有证的生殖中心里面 都必须是合法夫妻 就是有结婚证的人 才能进行我们辅助生殖 就是一个单身女性的话 是没有这个保险的可能性的 阿秋提到一个问题 第一技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第二金钱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是吧 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有的女性病人 她明明是有老公的 然后她跟我说 我不要动胚胎 我要动软 你知道医生都很直白的 因为我要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解决问题 我说 那你是准备要换老公吗 对吗 你要是准备换老公 那你就动个软 到时候跟谁的精子配都没有关系 那你要不准备换 她说我不准备换呀 那就动胚胎 因为这个技术更成熟 然后病人又会问我了 为什么这个技术更成熟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段故事 然后又跟她讲一遍 您讲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形象和生动 而且我感觉听完以后 我们对这个技术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我有一万个好奇 而且包括您说的那个 66个暖 在死之前我以为动暖就是 动一个 动一个就可以了 就保证那一个健康的动住就可以了 就是存银行存到这一个就够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误导 蛮大的 真的是 这误导非常 非常大 我觉得对大家是真不好的 这样 哎我想问一下 刚才老师也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叫 多囊综合症是吧 多囊乱潮 多囊乱潮 这是个 就是也经常听到啦 但是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科学的 或者没有听到老师 我感觉这二三十年 得这个病的人特别多 他们说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 吃个悲悲的人做检查之前 好像是不是都有这种问题 发病就非常高 对 这个多囊乱潮的发病率 近几年比以前都一往都要高了 我个人觉得可能跟我们饮食里面的 那些东西影响比较大 因为以前不碰农药 也不打激素 对吧 都是自然的 叫我们现在绿色 有机什么之类的 对吧 以前都不用什么东西的 现在用那么多激素 就像我的病人来跟我说 我们家那些鸡 肯定也得给他吃点激素 要不然他长得太慢了呀 菜啊什么的也都碰一点呀 我们就吃进去了嘛 那么这样的话 我对我们多囊乱潮 这个发病率太高 也是有影响的 多囊乱潮这个事情 现在发病率高了 那么他最主要的临床表现 就是月经不规律 那也有月经准的人 但是大部分呢 都是会延迟 比如说一个月来一次 两个月来 三个月来一次 甚至半年来一次 都有 那么他们由于这样不准 不规律 所以他的排卵呢 也是有障碍的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排 人家一年里面12个月 人家排个10次 11次就很正常 很好 也不能让他每个月都工作 他休息一个月很正常 那这种人可能一个 一年就排个三四次 那你天年等一回不一定碰得到 这就是多囊乱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很喜欢多囊乱潮的病人 因为这种病人我们很容易治愈 我在门诊用脸要促排啊 不行到最后做试管 基本上都成了 所以这个病其实不需要放心上 但是这个病 它对血糖和血脂代谢是有影响的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远期的意识 比如说我自己有多囊乱潮的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 当然现在不可能多囊了 现在都快绝经了 然后就是 我觉得我的血糖就是代谢有问题的 它对胰岛素是有抵抗的 然后血脂代谢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些病人就是 对远期的这两个疾病要更加关注的 不是光看现在还要看将来 就是它是一个全身的综合性的 系统性的问题 对对对 其实很多毛病可能是压健康状态 对吧 我们大部分的正常夫妻结婚一年 不避孕怀孕的是80% 两年里面是90% 那还剩下10%就是不孕症了 原来如此 然后这不孕症里面还要分为 就是气质性不孕 还有不明原因不孕 不明原因就是 啥啥都好 我树然观也好的 对吧 排然也好的 老公经也好的 都好的 就叫不明原因不孕 那这部分人反而就说 我们成功率会有点折扣 那我明摆着知道 它舒染管是有问题的 它桥是断了的 或者说男性经也是有问题 这种成功率是很高的 不正下药 对你找不到原因的那个 有点 可能是跟心情什么 都有关系 对对 还有家里床的摆的位置也有关系 关系嘛 是 我也觉得是 我也觉得是 真的 我以为阿俊会瞪我 不是 我想说 刚刚也说到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说 卵子取多了会不会影响健康 这个是很多人会有因应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误区 我们会觉得来一次月经 是不是就是诞生一颗卵子 对对对吧 都是小 你看什么 很多不知道 那这个其实两个问题 对吧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在我的短视频平台我也说的 我们的女性的卵子排卵呢 是二三四法则 就是说在我们出生的时候 我们的使鸡软炮是两百万个 然后到青春期的时候 大部分凋亡了 变成三十万个 那么我们这辈子排多少个卵呢 四百个 不是二三四吗 四百个 就这么野吗 为什么 他们都去哪里了 他们大多数都在软炮池里 凋亡了 最后就休息了 沉睡了 就结束了 所以说不存在我们多取软 然后就把这个早绝经 不是这样 但是中医里边可能会有这个理论 认为市管要做一次是一只卵巢的浩劫 但是确实是的 可能伤元器 补气 补血 都伤气伤血了 但是真的是这个软炮数量 其实就是那么多的 二三四法则 这还挺好记得 两百三十万 只排出四百个 所以女性还是蛮珍贵的 这男性怕一次射金 两千万 三千万 不足正习 但是女性的软子 那多不容易啊 对吧 一个月就排一颗 甚至刚刚 那咱们要回到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我来了一次月经 就排了一次软 并不是的 尤其是像多脑软炒的病人 他有无排软月经 他那月根本就没排软 但是他也来月经了 所以不是说你 你来了月经就一定排软 并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 我觉得我已经懂很多 但是我还是被颠覆了很多科学认识 因为其实每一个学科 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学科 每个学科都有很深很深的 这种知识 那因为这个问题 跟我们女性非常相关嘛 所以大家觉得听了也蛮有意思的啊 肯定是跟我们越相关 我们听了越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跟大家来更新一下 这个知识让他有个正确的认知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平时看门诊 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每个人都这样交流 但是我其实挺希望 大家有个正确的认知 对 这个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哇 很多知识 我平时还是太匮乏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大家经常问我的问题 王一生 我要做三代试管 我说为什么呢 最好啊 一二三 第三代肯定是最好的 对 我说那你以为是苹果手机吗 我也想 我也想举这个例子来的 我说你以为web4.0的吗 对吧 但都市人都是这样的 就来了就我就要做三代 我要做最好的 那其实不是的 就是说我们一代二代三代试管 是针对不同的病人群体的 一代呢 我们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自由恋爱 什么叫自由恋爱呢 就是我们把精子和卵子 放到外面来 让他们在培养民里面 自己钻进去 那么这适合于什么人群 就是精子这个数量和质量 必须要非常好的 就是正常人 正常人我们就是 有效精子输在一千万以上的 跟卵子正常放在一起 我们基本上是十万条精子 配一个卵子 你看看 男人的十万条 我们就一个 多珍贵啊 是的 然后呢就配在一起 那么这个就自己钻进去 这就是一代 二代呢我们叫包办婚姻 包办婚姻就是我们 好形象 抓住一个精子 打到这个卵子里面去 抓住一根精子 那这个精子就是我们看它长得帅了 对吧 就看人长得帅 精子就是它长得又好看 然后游得又快 基本上就选这两条 比较健康是吧 我们看上去比较健康 这是很重要的点 但是我们只能做到这个 如果我们把这条精子去拿去检测了 它就没有办法再用了 对吗 所以我们就抓住一根精子 打进去 那么这是适合于什么呢 一种就是男性的少弱基金症 就是少精 弱基金 我们就选择 就是形态活率正常 另一种呢 就是说它以前精软放在一起 自由恋爱 它不结合的 那么我们也会选择这一种 这种你想想 一种是自己钻进去 那它肯定身体好 对吧 另一种是我们帮它钻进去的 那它可能有一些小病 那它可能有一些小问题 对吧 所以理论上就是二代的 它那个子代的畸形率 要比一代要高那么一点点 但没有办法呀 它不做二代 它变不成胚胎呀 那么三代呢 我们现在大家用了很多很多 就是PGD 在种植前遗传学诊断 我们放胚胎放进去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胚胎去做一下检测 那检测它是不是有遗传性疾病 就是我们大家也了解的很多了 这个遗传性疾病 是不是所有的毛病都能检测 因为我们病人会跟我说 王医生 它家有高血压 有糖尿病 你帮我把这个排除掉 定制一下是吧 把这个胚胎 就是没有这两个病的胚胎挑出来 那能不能行啊 天哪 能不能行啊 那肯定不能行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遗传性诊断 我们现在能做到技术层面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肯定是遗传病 而不是基因突变的 不是说我们夫妻两个都好的 到时候就是生出来这个孩子 这个是突然之间变化的 肯定是我们带给他的 这个是遗传性疾病 第二 单基因遗传性疾病 就是说他这个病就是跟这个基因挂钩的 一对一的 有了这个基因 比如说地中海贫血什么的 对 这个病是肯定带这个基因的 一对一的 对吧 并且这个基因 我们有能力去阻断它 像钢血压糖尿病这种 对吧 它们都是多基因遗传的 它还有一个就是表观遗传的 这个就很多个基因可能连锁 导致这个疾病 那我们现在科学程度并没有发现那么多的基因 比如说它有30个基因 我们现在顶多发现10个 那还有20个我们并不知道 那到时候你放进去陪它 你还是会有这个问题的 这根本是应该科幻小说看多了 对对对 因为现在真的是网络的信息比较发达 电影都放得很好 大家就一拍脑门的觉得我们科学技术 好像非常强大一样 其实并不是无所不能 其实我们对基因的了解还是很少的 对 尤其很多还是突变来的 就是后天呢 其实跟先天没有特别大的强联系 是吧 特别是有些癌症什么这种 可能就没有问我一下子就排除掉 它也是多基因连锁的 对的 它就不是说单基因 马上你看到这个有问题 这个胚胎不要了 即使你现在技术能够把这所谓的30个基因的问题解决掉 它可能后来所谓的完美胚胎 背后仍然还有别的问题 它可能有别的问题了 没有这个问题有别的问题 因为我有很多病人 他在国外做了三代 然后胎庭的 那他就问了呀 为什么我做了三代都是胎庭了 我还在国外做呢 我说首先第一点 这国外国内水平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迷 对 这也是我 很多人就老是这种迷思 好像觉得国外就 MAC is ok 重样 重样 但现在已经好很多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会这样子 他们就觉得我在美国做的肯定是最好的 那我要想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试管研儿这个学科跟国际接轨的非常好 我们的技术一点都不比国外差 甚至还比国外好 那么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它这个三代技术它也是靠仪器设备来检测的 那么我们也是靠这个仪器设备来检测的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 那么服务呢 那我们肯定没人家好了对吧 我们量这么大 病人为什么他还是会抬挺 就像您刚刚说的 他可能这个问题检测出来了 他那个问题没检测出来呀 说到服务太有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量大 说明我们整体这个数据量是够大的 所以他其实对于医生来讲 他技术层面 他是更熟练的应该是 对我是这么认为 就是说你要到三甲医院 尤其是像我们科室病人特别多 那么你就不能要求 这个医生跟你讲个两三个小时 服务那么好 那不可能啊 因为对我的来讲 所有来信任我的病人 我都要尽我自己最大努力 对他们负责任 对吧 把他们治好 而不是只对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讲两三个小时 那我这一天就看三个人 要不然就行了下班 不行 他是心理咨询 对 到我们三甲医院来的病人 我觉得心里面要有个调整和适应的 你要知道 就是说医生给你提供了技术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我们负责任了 给你看好了 这已经是最最好的了 不是要求我就是给你讲很长时间 来抚慰你的心灵 那很多病人都会 要求我抚慰他心灵 那我有的时候也觉得 病人少的时候我会的 病人多的时候我有的时候 没有时间了 是 主要还是中国这种患者太多了 就医疗的资源极度不均匀 所以也没有办法做这么多事 医生不够 确实敏捷讲的也对 就是说病人看的越多 我们就越有经验 我们对于处理不同的病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很多策略 哦 这以前就这人就这样 我就这样弄好的 那我觉得我们国内医生的 促盘水平 内分泌水平 那要比他们老外高得多了 这里要回到那个高龄女性的身上 之前我们开会 专门就讲软潮 软潮低反应 那肯定是很多人都是高龄嘛 对吧 软潮不好 然后有人就质疑说 我们现在中国技术这么差 没有国外好 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好好研究呢 我说其实我们的研究比国外好很多 国外的人不屑于研究 这些年龄这么大的 软潮功能这么差的 因为他们供软非常容易 他们就是说 找这种商业性的供软非常容易 而且就他们的观点 伦理来讲 他们也很容易接受 不带有自己基因的子带 他们连donor 就是连认领一个 认养一个 他们也觉得能够接受 那何况是一半基因 不是我自己 他们非常能够接受 但中国人不是的 中国人对自己基因的传承 是有一个非常固执的概念的 我们这帮人就一直想尽各种办法 把他们搞出软来 所以我们的技术 在这十年里面 对这种PORI 就是软潮功能低储备的病人 我们的水平 其实是大大提高的 我们真的是研究到 比国外生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 知道一些真实情况 说的还蛮好的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 也反复提到了 就是男性的 一个精子质量的 其实是会影响 这个胚态的 因为中国有一种 传统的大众认知误区 觉得 比如说男的80岁 女的20岁 也可以怀孕 但实际上 是不是精子的质量 对于一个孩子的 未来成长 也是非常重要 而且跟她的年龄 也是积极相关的 因为女性的年龄相关 大家都知道嘛 35岁是个 那男性呢 是不是30岁 40岁 50岁 60岁 她的那个 也是有一个变化的应该 对 对于这个问题是 大家也是有一个误区的 就女性的话 你绝大多数人 都觉得50岁 绝境了 也就生不了孩子 但是男性的话 人家觉得 我可以生到70、80的 对 有种物质 对 那确实来讲 我们科室也有男性 72岁来 真的是有的 但是是不是好呢 是不是他可以 男性在40岁 50岁的时候 他的精子质量 都一模一样呢 那这个是我们要讲 这个有数据表明的 2017年呢 在Nature Nature是我们这个 搞科研的行业里面 Nature and Science 对是CNS嘛 就是Cell Nature 然后Science 三大非常顶流刊物 他发表一篇论文 就是对父母进行全基因组的测序 然后分析子女身上一些新突变 到底是来自父亲还是母亲 结果呢 他发现 来自母亲的新突变的数量 每年增加的是0.37个 但是来自父亲的新突变 每年增加1.51个 也就是说 父亲的新突变产生率 不母亲的还要高 所以父亲 其实还是年龄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2012年 一个回顾性的表明也是 45岁以上父亲出生的孩子 他那个早产低出身体重儿 和晚期妊娠胎死宫内的发生率 都有所上升的 而且高龄父亲 他生出来子代啊 那些经纷症啊 自闭症啊 强迫症啊 一些精神与认知相关的疾病 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是有关联的 虽然这些机制 没有完全表明 但是各种数据都表明 就是高龄的父亲 出生的子代 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比如说癌症也是有问题的 反正总的来讲 就是高龄的男性 他的子代的问题 也要比年轻的时候大 咱们怎么说 对女性可能更不包容 35岁 对男性可能包容度强一点 45岁 他还是会走下坡路 男性的节点是45岁 女性节点是35岁 所以包容度大一点 我觉得包容度大一点 也是有好处的 就更允许人类的繁业嘛 对吧 但是还是会走下坡路 尤其是我好像是去年 看了一个新闻 说那个金子银行 金子库里来捐金的那些人 都越来越不合格了 我当时就很好奇说 是不是人类的金子的质量 也在下降 是是是 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上海 有金子库嘛 然后之前跟金子库的同行 也在聊 开玩笑就说 哎呀 现在这个 我们要找个供金可难了 为啥呢 因为他们给这些供金的人 都是免费做体检的 那做完体检以后 刷掉一半 就很多人都 这体检官就不过了 然后他就是 成本就上去了嘛 因为体检都是医院支付的 好 刷掉一半以后 然后再查金子 一查 又刷掉很多 所以他最后能来做供金的 能有qualify合格的 来做供金的 就已经很少了 我们而且有规定的 这个不是说一份供金 能一直卖下去的 他只能让五名妇女怀孕 那好的金子质量 他很快就让五名妇女怀孕了 那你就完蛋了 不能再卖了 其他剩下全销毁 所以说金子库 时常就说 我们亏啊 我们一直在亏啊 哦他有个伦理问题 对吧 他只能让五个 对对 我们中国有规定 不是无限制的生 哦 那他那个刷掉一半的原因 是什么呢 比如说体检 比如说肝肾功能不好 或者义肝大三氧 啊 都是要刷掉的 就是现在人怎么身体 变得那么差了呢 所以金子库就一直说 他们亏本亏本 确实确实 因为现在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到那种大学生里边去招招募啊 社会上也有 那么他们对一些就是身高啊 学历啊 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现在真的是蛮难的 可能大家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 大学生也天天熬夜 对对 都比较大啊 都不健康 对 然后之前还可有一次的 有病人跟我说 王医生 我老公不好 长得不好看 然后 然后我不要他的金子 我需要金子库的金子 我真的是看看他 我心想 难道你觉得贡金人一定比你老公长得帅吗 对 他从哪里看出来 这个金子有不一样的 真的我真的是 就是你们知不知道的 我在门诊会碰到各式各样的 就是有那种奇怪想法的人 那我心里还想说呢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去金子库 跟他们有业务交流 撑到电梯里边 你一看就是贡金嘛 长得可丑了 因为你不能要求太高了 你要长得帅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都没有人了 然后我就在想 哇 这贡金 长那么丑呢 所以那个病人还跟我说 我老公长得难看 我要金子 裤的金子 当时真的心里不好跟他说呀 想起那个Friends里面有一集 就那个Tribioni 那个Joey 他也是去 donate那个金子嘛 所以大家可能也是看电影 是看多的 总觉得呀 可能就是电影里那些人 他们去监金 包括那个 得是博士 高富帅 Big Ben里面也有这样的情节嘛 大家会有一种迷思 对 就是因为电影里边都是高富帅 对吧 但其实现实情况 真的我觉得你老公有金子 还是用自己老公金子 比较好 然后因为这里边还有伦理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你用了公斤以后 这个孩子出生 将来他找另一半的时候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跟另一半讲清楚 或者你至少跟你孩子讲清楚 当然是发生概率非常低 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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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万一两个人是同一份公斤 大孩子呢 万一啊 这个已经是电影场景了 类似于吧 还真的是呢 我们就是说很多父母 肯定不愿意告诉孩子 对吧 那是很正常 人是常理 如果站在我的脚子上 就偷偷的把这件事情办了 我还告诉孩子干嘛呀 就假装这件事情 就夫妻两个人做了的事情了 为什么还告诉孩子呢 对 那是 所以这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 对吧 这不会告诉的 但是要照老外 肯定就出于对子 在负责的情况下 为什么 因为万一同一份金子 生出了两孩子 要结婚了 那你怎么办呢 即使无法解决的困境啊 然后关于共斤 我这里又有个小故事 我们以前有共斤 对吗 共斤做的时候 必须男方女方 都要来签字 知情同意书 怎么怎么的 然后两个人离婚了 离婚了这个男的就说 我不付抚养费 因为这个不是我的金子 生出了孩子 不付嘛 这个女的就去打官司了 法院就到我们医院来了 说翻出来 有没有签过字 知情同意书没有签过 因为法律上是规定的 共金生的子贷 跟资金子贷 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 然后翻出来一看 他老公签字的 然后就说你签过字的 你要付抚养费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就是说第一啊 是不是男人真的这么坏呢 对吧 是吧 不负责任 第二男女性要保护自己 对吧 这个是真事 这个我还蛮能理解 因为确实很多男性 会有这种基因的遗传 对 可是他本身自己就没有啊 那他也觉得养别人的可能 对 因为我知道那个2016年 Nature有一个 时代科学发明中间 有一个是中国人做的是张静 我觉得您可能知道 就是张静博士做那个技术 就是他可以把一个衰老的卵子 卵子盒取出来 移植一个年轻的卵子进去 然后这个孩子就同时拥有了三个人的基因 我们当时曾经想请这个张静博士 来讲这个技术 但是这个技术拿到我们内容部门来讨论的时候 就激起了强烈的伦理反应 就是因为你生出了同时带有三个人基因的孩子 对吧 他呢是在美国有生中心 但是他这个研究在一个第三方国家的 你那个地方允许他这样做 在美国也不允许 在中国也不会允许的 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你要在伦理允许的范围里 是的 对吧 就像有的国家他规定我们做科研 就是说我们也要做很多科研的 就是说在体外胚胎你最多培养到什么时候 多少天 所以后面你就不允许培养了 你即使能培养技术上可以 他也不允许 他说这是人了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行业还是牵涉到很多的 伦理 伦理问题 不单身攻击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移植胚胎 我们要叫男女双方都来签字的 有的时候他就说男生不能来 怎么怎么样 但是这个时候你知道吗 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我们做医生做了那么久了 真的是我们觉得在社会上 他该看得多也许会保护自己 就是说男的一定要来签字 如果不来签字到时候 他冒签了以后啊 另外一家身中心 在外地的 他就说过了两年 这个女的呢 其实是离婚了 然后这个男的家很有钱 他生了这个孩子就去要钱去了 这个男的就来告医院 说你们为什么陪他给他移进去 我没有统一过 我没有签过 现在他来问我 为了要这个孩子 他说要抚养费 问我要钱了 我们这个行业厉害吧 你说我们不是容易吗 防布是防号 所以签字很重要 那不能下签 对对对 这个法律上的事情不能随便 而且要签正凯 不能见特别潦草 我特别想问的问题了 作为一对年育三十 其实很喜欢孩子 所以就是在备孕之前 有没有什么要准备的 或者一些要知道的事情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说你的年龄 如果是三十岁 就三十五岁以下吧 你就这样说 如果是三岁以下 那更好 越年轻的人 他可以自己试一试 比如说 你的新生活是不是正常 这你肯定知道呀 对吧 你新生活不正常 你立马就去医院呀 也不要等了 不要试了 对吧 你不要笑 啥叫新生活正常 就是能完成 对吧 这一系列过程 我真的在问这个问题 就我们毛定 OK 明白了 你们不要笑 很多人是不能完成的 明白 不是 不在少数 就我每个星期都能看到 几对夫妻是不能正常完成的 明白 在他们看来大概很尴尬 在我看来也很正常 对吧 无所谓的 第一 性生活整个过程能完成 对吧 而且这个频率和次数 有些病人说 我天天在一起 都不也没怀孕 那你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天天在一起的 因为你天天在一起 你的精脂质量 肯定会很下降的 我们要在关键的时候 刚刚你准备怀孕的人呢 你可以 月经周期 首先最好是准一些 对吧 你不准的话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卵 那么呢 我们各大药房 淘宝 都有买测排卵市值 你可以测一测 月经周期28天的病人 你往前减14天 是你排卵期 那么你再往前减两天 你开始测排卵 用测排卵市值测一测 这个就不要到医院来了 就自己 好嘞 对吧 自己试 你试了 有阳性了 对吧 你就同房 当然了 它要两根线一样生 你就今天明天同房 那个时候可搞笑了 我一个同事跟我说 我都叫病人连同三天的 然后我就跟人家说 同三天 病人然后说三天 然后说那至少两天 反正就是调今天明天 这样子 要阳性的时候 那么有的病人 他测来三句就阴性 那么你搞个两个月 都一直没有 第三个月 你最好到医院来看看 为什么没有 如果说你不来月经的 两个月来一次月经的 那你一直阴性也很正常 可是你如果正常来月经的 你就不应该是这样 还有就是测排卵市值 我们测的时候也是有要求 有讲究的 不是说你刚刚喝完水 解完小便 等一下又喝水 又解小便 那你这个膀胱里边 这个尿储存时间非常短 太稀了 对 浓度很低 你这个阴性不是真的阴性 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 就第一 沉尿 就你一晚上储存下来 小便去检测 这样就更精准了 你自己先试个三个月 如果都有排卵的 都很精准 关键时候同房的 那还没有怀上 年轻的人 我觉得都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了 那年轻人呢 你再拖个半年也没有关系 但是年龄大的 比如说35岁以上了 或者说你40岁以上 尤其是 那你就要到医院去了 因为男方的 她的性生活正常 不代表她的经验质量好呀 对吧 她经验质量不好 她也跟这样 当然是有关联的 就是经验质量不好 她的这个能力 肯定是要有影响 但是你不能百分之百保证的 对吧 你要叫她查一个经验 因为对她来讲 查个经验很方便 但女性测排卵 我们B超下 到我们医院来 我们就更精准了 我们也会叫你测排卵实质 但是我们会 比如说做B超 测排卵 看卵抛 那么看卵抛 同时你要叫我再精准 我就给你抽激素 我们做试管医院病人 都抽激素的 但是门诊 触牌为什么不抽激素呢 我觉得这个大炮 去轰一个小鸡 所以我就门诊 触牌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不一定让病人测激素 就测排卵实质 这样的方法 也是很多病人 能够解决的 不一定非要做到 试管婴儿的 因为试管医院 其实对女性 其实还是有点创伤的 你想这么长一根针 扎进去 对吧 而且科学干预 胚胎在体外发育的 是体外受精 你那个尸体那个受精 完全纯自然 我觉得自然的 应该是最好的 那么自然能解决的 就最好 解决一大匹人 不行 我们才 还有就是 比如说你之前 有过人流 那么尤其是人流以后 月精量比较少的 这种病人 我觉得还是要 及早去医院看一看的 因为你的内膜 可能很薄 受了损伤了 那么你就要看 是不是能够搞好 内膜对我们来讲 其实还是一个 非常tough的 就是非常棘手的 一个问题 要想进各种办法去搞的 但是你至少 能够发现原因 那么还有就是 你的排卵 如果不准 我们也可以用药的 但是总的来讲 就是年轻人 自己先搞三个月 啥啥都正常 先搞三个月 那么再不行 我们就会查舒软管了 病人一般到我们这来 我们几大招 先查舒软管 南方经验 舒软管查起来 也是有点讲究的 一定要在月经 刚干净的 两到五天查 并且是在月经的 第十二天前做掉的 因为你后面 内膜就增生的很厉害 然后容易引起 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是在软炮 几九斤前 刚刚干净的时候查的 那么还要月经干净 不同房 有的病人 他月经干净了 就已经通过房了 再来做舒软管检查 就不行了 我们是这样子的 那么舒软管检查呢 当天就会告诉你 你到底是通 还是不通 就有个结果的 舒软管检查这里 又要给大家讲讲 就是说 它是检查 同时也有治疗的作用 同时也有疏通的作用 所以这个检查完了以后 下个月 再下个月 怀孕率都是应该说蛮高的 因为它同时有疏通的作用 然后有的民营医院 他们就希望多振点钱 然后舒软管 如果通而急不畅的 下个月再要通 然后再下个月通水 这样折磨来折磨去的 那么反复去折腾 这个舒软管 是不是好呢 其实也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舒软管 大家想象的 卵巢在这边 排卵排出来以后 舒软管起到什么作用 它散端去拾卵 把这个卵子拾进去 拾进去 这个卵子不是就在那了 它得运卵 通过它的舒软管里的钱 把它运进去 然后在胡腹部 等待精子爬升上去 然后变成胚胎 再咕咕咕咕又回去 所以舒软管 其实还是要有功能的 你不是像水稻 下水稻那样的 通了就行啊 谁创造的 对人就是 进化 人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人体真的很奇妙 太奇妙了 所以这么听下来 生一个小孩 可不容易了 真的不容易 这期的标题 我是不是起得很对 生一个健康宝 没有那么简单 对对对 是不是又是什么 清淡饮食保持运动 还是这种 这个很重要 我们现在门诊啊 这肥胖的人 真挺多的 不但是女性 男性也肥胖 你看这一家啊 这两个都胖的很多 估计他们的饮食种类啊 都是一样的 对 饮食生活习惯 都是一样的 那胖的人 第一 生育会有问题 血糖 对 然后血糖 血脂 都会有问题 脂肪肝 它的毛病会特别多 那这个肥胖的界定 比如有没有公式 或者自测 我们有啊 BMI 就按BMI来算 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 即使你要来做试管了 你要减个肥 之前我们有一个同行 还说了一句话 就是什么 胖子没前途 胖的人 我们做了试管 这个我们的结局 也不太好 我们有的时候 就会叫病人 你减肥 减个十公斤 二十公斤再来 那这边又有个笑话了 病人心上会说 王医生 我减了 我什么都不吃 可是我瘦不下来 我还是那样 他说我什么都不吃 我说那怎么可能呢 你看看 我们那些住院的病人 前三天给他进食 灌肠 那瘦吗 每个人都瘦 你还是多吃了 吃得多 也许你认为你饭没吃 可是你吃了很多零食 对吧 你还是生活习惯有问题 我说你一定要 管住嘴 迈开腿 这个古老而朴素的真理 对 非常管用 然后他说 我要去做胃缩减手术 现在可流行 我说做了以后 还是给你个食谱的 你还得照这个吃的 因为我的同学 也是做这个的 他说做完 我就给病人一个食谱 我一看 我说那一开始 就让吃不久了 对吧 然后本身胃就是有弹性 我们也希望病人瘦一点 我们也不喜欢胖的病人 真的胖的病人 对我们来讲成功率也是会低 胖为什么会成功率低呢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分泌代谢的影响 它的胚胎质量也会很差 它整个内环境就有问题的 对 然后瘦下来以后 胚胎质量就会 你用同样的药 它也会有所提高的 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估计是高糖高质饮食特别多 什么可乐吃的多 然后呢又玩游戏 对吧 也没有户外运动 然后就整天躺床上 然后我们来的第一次 就会跟他说 减肥 很多人都解不下去 那能解下去的估计 不超过百分之十 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能解下去的 其他都解不下去 那然后我就会一直鼓励病人 他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这是个大问题啊 你不要以为这是小问题 不单单是现在生孩子有问题 远期的他的糖尿病就像说的 怀孕了以后 这些什么 认识期糖尿病 认识期高血压 都很容易 因为你有 你有多脑软潮嘛 所以认识期糖尿病的发病率就会高 非常高 你这碗有关联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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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难是这个意思 还有我想说啊 就是说 卵巢功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 关系很大 我有些病人是空姐 空姐你知道经常飞国外的 这些日夜颠倒的 这些不规律的 卵巢功能都很不好的 经常失眠的人 对 所以早睡早起 还是非常 多早晚睡晚起 你最好是在11点前睡觉 定的闹钟 10点慢 我最近睡眠还可以了 我开始调过来了 我也是 我最近睡眠好多了 主要是 规律的人 就是经常熬夜的人 对 那时候公文就下部落 走得更快 我很多年轻的朋友们 可能就是长期的半夜睡觉 或者第二天一睡睡一天 就日夜颠倒 一来姨妈 能在家里躺两天 起不来床 这肯定还是 短期的难得一次 没有关系 如果他是长年的这样 他到了35岁 和他同龄人 生活规律到35岁 这个软潮就是不能比的 所以35岁 并不是一个 完全界定的胜利年龄 其实还是跟你身体机能有关 跟你怎么去保护你的软潮 生活是怎么样子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差不多 不管你视察都傻 但是后面 你到35岁就看出来了 你这辈子是怎么生活的 就对你的这个软潮啊 各方面啊 都有了一定的影响 因为我有的时候 做B超 我一看 哇 这人40岁 软潮功能还挺好的 那个25岁的软潮功能就不行了 当然25岁肯定是跟基因有关了 但是35岁的软潮功能不行了 那可能也是跟自己生活方式有关了 那么40岁的人 他软潮功能很好 但是 我也要说but了 就是说 他再好 他也是40岁 他的数量也许看上去是比较多的 他的质量还是不行的 就像那个线粒体 你刚刚也在说了线粒体 为什么我们要把年轻人线粒体 换到年纪大人身上 就是因为年轻人线粒体 他那个代谢很旺盛的 他这个ROS就是氧化硬接这些 都能量很高 发育潮功能很大 就年老人 线粒体就是能量 就是不行了 ATP就是不行了 那年龄还是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我一直跟病人说 铁的规律 对 我一直跟病人说 年龄是硬伤 哎呀 我有好多病人是什么高校的教授 一边在我这看 一边在走廊里 呱呱呱呱 英语开会 还高管 他们就来的时候 就让我觉得 我的领导现身了 但是立马来给我 这扎扎扎都安排了一下 安排好了 但我心里的OS是 你也不是我的领导呀 对吧 在这一行 我是专家呀 但是他们可能一直习惯是这样的 他们这些人来 基本上这年龄就很大了 42、43 我还讲个小故事呢 之前有个43岁的美籍华人 然后来做使馆了 那么已经43了女的 那我给他搞到大概两个软那天 取完两个软 我很开心啊 43岁取到两个软也不错了 他老公巴巴巴敲门进来 我以为他来感谢我的对吧 他说 王医生 你为什么给我老婆用危机方案 只搞到两个软呢 你为什么不给他用正常的方案 让他能到十几个软呢 这真是没法解释 我真的气得要死 我的心里的期待只是 他来感谢我的 结果他来教育我 还骂我 太嫌太爽了 用错方案 对对对对 然后我说 为什么你会觉得有十几个软 我们十几年前 我们咨询过美国的医生呢 他就说 就应该给我们用合适方案 取十几个软 我说那不是十几年前吗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 你现在这个鸡 还想做出一个鸭汤来啊 然后他气得要死 他觉得我讲话不礼貌 然后愤愤然的就走了 我也很生气啊 他老婆过了没多久 就进来了 他说 王医生 王医生 不好意思 我老公非常没有礼貌 我说没事 我也对他没好气 他说你说什么了 我说 鸡怎么做出一个鸭汤来 他说 怪不得呢 我老公说鸡老鸭了的 然后他说 他说 不是说王医生 态度和好的吗 可好了吗 他说 怎么跟我说鸡了鸭呢 他说 原来你是这样说的 我说 可不是吗 太可爱了 太直白了 我说 把十几年前的故事 跟我现在说 你现在43岁了 给你用常规方案 你根本一个软都拿不到 我试用了我们特殊方案 我们这么多年 对内分泌的深刻理解 才帮你搞出一个两个软来 你知道你这个年龄 在很多年都搞不出软来的 然后你老公还来质疑我 还来教育我 还是我的方案用的不对 我真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破除 大家的一些迷思 好像觉得 我年龄上去了 管他呢 反正现代医术 可以帮我解决 所有的问题 其实是不行的 就是做触碳胆技术 生出来之后 他经常生病 自然生产的 就跟虎的 跟个虎妞一样 从来就不生病 所以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有 还是会有原因 这真没有关联 你小的 你说到我们用门诊 促排药 是不是这个影响 孩子的质量 包括身体 包括基因缺陷 出生缺陷 然后大的 你就说 做人工受精 做试管员 是不是会影响 其实都是没有 绝对的数字的 我就说 没有绝对的说明 要差的 要不好的 那么总的来讲 我的体会 就是说 不管是门诊 促排 人工受精 这些都是跟自然的 一模一样的 但是做到试管员 确实有一些差别的 那么这个差别呢 其实也不是 我们想象的 就是说 试管员一定不好 那还有很多病人问我呢 他说 是不是试管员的孩子 特别聪明啊 你是不是给我 抄了特别聪明的皮胎 这么一条 我觉得是 他对着孩子的 培养和关注 对吧 因为他试管员出来 他可不容易了 所以他就特别关注 那我们这里要讲了一下 这个出生缺陷的问题 高龄女性出生缺陷 那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说 年龄越大 出生缺陷率越高 那么我们全世界 每年有500万的 一个缺陷而出生 那么85% 是在发展中国家 我觉得这个是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产前诊断很差 我们现在产前诊断 分三级预防 一个一级预防 就是我们在放进去之前 就是我们的PGD 孕前就开始预防 第二级预防 就是孕期预防 第三级就出生以后 我们开始操作 那我有好朋友 是上海市儿童医学中心的 他们看心脏疾病 是非常厉害的 很有名 全国有名 他们在之前 这些心脏缺陷 非常多 但是现在越来越少 为什么越来越少 我们产前诊断普及了呀 我们超身做得非常好 那以前大家不做超身 或者技术水平没有达到 看不出来 这是有问题 那所以以前 这个心脏缺陷很多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就在运气就已经发现了 包括外地的 现在医疗水平 跟着我们上海 一起同步上去了 那所以这些出生缺陷的病人 是越来越少了 但是为什么 就是有的文章里面说 我们可能是 出生缺陷增多了 那可能是受了 别的环境因素影响 但总的来讲 我们能够生出来的 但有出生缺陷 其实少了 你说现在这个B超 发现一个心脏病 发现一个神经管机型 纯热裂 那多容易啊 他是不发现 他也不好好看 到时候要赔钱的呀 对吧 B超医生也很不容易 要赔钱 可能做了半天 也挣不了多少钱 一赔就 把好几年的都赔上了 我们现在其实 在上海这个大都市 包括我们国内的一线城市 其实技术很完整 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 是不是醋排卵不好 我觉得只是个体个案 那如果到最后总结一下 如果对于即将想要怀孕 或者说对这方面 有考虑的女性和男性 你有什么印象去建议呢 或者希望大家破除哪些迷思 首先啊 就是说大家要怀孕 大家不要焦虑 大家觉得这是一个 很正常的事情 我就挺焦虑的 很正常啊 我百分之大概98的病人 都很焦虑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 是否是一个好妈妈 或者 那是两个问题 一个生育的问题 你先怀上的 一个是养育的问题 当问题是你有了第一个 他第二个 还是等人呢 连锁 连锁 其实现在为什么很多人 在国家开放三胎政策 为什么很多人不来生三胎 其实有很多原因的 那我们因为专业人士 我们看多了 哪些人生三胎 一类是特有钱的 他家里有一成串的保姆 家里这个那个都有人盖 你只要指挥一下 另一类就是特别差的 生多少他就这样随便养养的 就是那个散养型的 他根本就不管你的 那这种人他也生的比较多 对于我们其实还是要有一点责任心的 我一直跟病人说 我帮你生 那可能是不太难的 但是生出来我觉得更大责任是养育 养育我觉得是更困难的事 所以有的病人他是这样子的 生了两个孩子 双胞胎也是我做的 第二次他又要来移了 他说王医生我还要移 你再给我搞双胞胎 我说第一啊 咱们这个做双胞胎 不是我就是想做给你做双胞胎 但不是是缘分 第二 我说那四个孩子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然后他说 不多 在我们那养孩子成本不像在这 我们都随便养养的 但是如果在上海 你想上来要四个孩子 不得疯了 你的房子得买多大 你的教育费用得多大 所以这个我觉得养育的责任 真的是很大 我就觉得我挺对不起我儿子的 我在工作上付出的特别多 我觉得对他肯定 人的精力有限嘛 你只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 你就 所以我就觉得我挺对不起的 像我们孩子的同学 好多妈妈都是全职的 然后他就很关注 老师一说啥 立马群里回复 老师干啥 他都干得起 还给班级里做各种活动 我是叫我去参加 我参加的 对吧 叫我做活动 我是没这个精力的 但是您帮助了千千万家庭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真心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我帮助了这些人 我觉得我很开心 又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说焦虑这些问题 很正常 我觉得我的病人 真的是90%都有焦虑 他们想的可能不是你这个养育的问题 他们想 我生得出来吧 我生不出来 老公会不会跟我离婚呢 那我生不出来 我这耽误工作呀 我这个房子要分了呀 我现在生不出来 我这房子不能多分了呀 怎么怎么的 就是有各种的焦虑 焦虑呢 其实对我们成功率是有影响的 举几个例子 真的是现实生活 我有些病人 他的胚胎挺好的 移了几次都没有成 然后就生最后一胚胎 他就这样说的 反正我最后一个放进去 不成我就算了 就这样 我随便放放就好了 成了 经常这样子 对对是 他就很放松了 他就成了 其实想给大家建议 第一呢 咱们就是不要太紧张 你就把这事当做一个正常事 那马路上这么多人怀孕了 人家照样上班 照样挤地铁 没啥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自己要评估一下 自己身体机能 比如说你痛经非常厉害 月经量非常少 月经不规律 那这个你要去看一看 但是如果这些月经也准 啥啥都好的 你自己先在家努力地试试 就像我刚刚说的 用你IU去试试试 就不要焦虑 这就是正常的事 那么如果真的是努力的不行了 那么你就来医院 来医院也没事 因为我们医生会给你做一个 恰如其分的正确的评估 不好我就跟你说不好 我也告知你的情况 那么你就自己会有一个认知吗 这样情况下 每个类型的病人 我都会告诉你 你的治疗结局将会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啊 大多数人如果心态能够摆症 其实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但是他心态老是很焦虑 哎呀 你不知道我昨天看专家门诊 是这样我上午嘛 有三个病人跟我说 这样那样 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 下午呢 有一个病人呢 也是十万为什么 第二个病人索性 就一屁股坐在我等上 全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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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取了一次胚胎 然后移植了第一次没成 他就啊 其实我也知道 你这哭呢 是给我心理压力 确实来讲 我也会有心理压力的 传染他的焦虑的 他这焦虑压力 其实都是给我的 对吧 然后我就说 你还有胚胎 对吧 咱们还能调整方案的 因为我们做试管婴儿 我们猝排卵方案有很多种 医治方案也有比较多种 但我知道这些病人 他最终目击事项 给我压力 让我认真对待他 其实你不会这样做 我也会认真对待你 这是作为一个 医生的职业操守 每一位来的病人 我都要认真对他负责 这是我们经医科大学 第一节课要学的东西 对吧 所以这些病人 我觉得焦虑真的是 会害死他们 要轻一点 而且你越焦虑 这越怀不上 经常还有病人 就说我指导通房 比如说跟他算好的 今天通房 到最后第二天 跟我来说 没通诚 为什么 太紧张了 压力太大 这种情况绝对是 然后居然还有一个朋友 六点半给我打电话 你叫我们通吗 没通诚啊 我说那你没通诚 你说六点半给我打电话 那是几个意思呢 那就等成了吗 我说你这是八点钟 跟我讲不也行吗 不好意思 大家都太焦虑自首 对 这是我碰到的真事 不知道讲出来 大家会不会觉得 就是说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啊 没有 大家真的是对医生啊 对技术啊 真的有太多的期待和期望 太高的依赖了 对 他真的能 他希望他能把解决 所有的问题 心态一定要好 不要焦虑 第二 生活方式 规律饮食 正常生活 对啊 谢谢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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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太好了 有所启发 我觉得这是一次科普吧 就是大家通过这一期节目 了解到生育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遇到情况 该怎么处理 然后以及怎样去跟医生 进行专业的沟通 好 谢谢王医生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期节目 谢谢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会让我老公好好听一下这期 好的好的 再见 拜拜 拜拜